燕昭王求贤 这可怎么办呢 萌萌,为什么不吃早饭 爸爸,明天就要进行校队足球联赛了 可是我们队的前锋、彭彭却生病住院了 这场比赛可怎么踢呢 那得赶快想想办法,可以请外援吗 不行,联赛规定只能本校学生参加 有了,我去查电脑,选一个最佳解决方案 这孩子 毛毛,你在忙什么 我们球队明天就要比赛了,这少了一个前锋 我在查找最佳人选,可是没有找到 你不妨学学战国时期燕国的昭王 他花千金买骨,招来了天下的人才 那我得看看 公元前284年,燕国太子平继位,也就是燕昭王,他立志要使燕国强大起来 一天,他当门拜访老臣郭伟 齐国曾经灭过我们燕国,这个耻辱令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想报此仇恨,但是我们燕国却很弱小 我想要是有个闲人来帮助我就好了,您是否能推荐这样的人呢 要推荐县城的人我也说不上,不过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君酷爱千里马,可是一连三年他都没有找到一匹 国王,我打听到了在北方沙丘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 这是真的吗? 绝对没有错,您给我一千两金子,我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 好吧,快去快去,我总算能得到千里马了 我可真倒霉啊,千里马死了,让我怎么向国王交代啊 你不要难过了,马已经死了,难过也没有用 你总不能带着骨头回去吧 骨头?马骨头?有了 我给你五百两金子 啊?我要带马骨头回去了 国王,国王,我回来了 啊?你把千里马买回来了吗? 哦,千里马病死了 不过,我只好花了五百两金子,把马骨头给你买回来了 什么?我要你买的是火马,谁让你花钱把没用的马骨头买回来了? 啊?国王,人家知道您肯花钱买死马,还愁没人把火马给您送来吗? 嗯,说的也有些道理,这事我就不怪你了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不出一年,那个国君就得到了从四面八方送来的好几匹千里马 哦? 哦?大王,您真要想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头来试一试吧 哦,那后来呢? 后来,燕昭王给郭伟造了一座大房子,还拜郭伟为老师 各国的闲人知道燕昭王这样真心诚意招请人才,都纷纷赶到了燕国求见 其中最出名的是赵国仁月异 哦?燕昭王终于招到闲人了 嘿,我也有办法了,我再给你讲讲月异的故事 哦,等明天吧 哦? 招显榜,校联队急需招聘前锋一鸣 条件具备者明日联赛将列入首发阵容上场比赛 毛毛 请双方队员注意了,比赛就要开始了 啊哈哈,妈妈,我来了 啊,你来干什么 啊,我来应聘前锋 嗨,我们要有男生 可招显榜上并没有血啊 我要上场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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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